我今天要講一件事 你知道我和你之間有一點點意見不對 不是問題 我今天不是和你辯論 我們說了一件事之後才講的 但是我最近呢 我一直在這件事做了很多研究 我做了很多研究 我告訴你 實際上我用了很多時間聽別人講話的 我差不多香港的KOL我聽五個 台灣的KOL我又聽五個 你不要小看我 我真的聽了 接著呢 就在美國講普通話的KOL我又聽五個 我差不多聽五個 平均 那時間就每天都沒有了 我就是這麼多時間 但是我真的學到很多東西 我告訴你 很有趣 講回烏克蘭那件事 我和你有意見不一樣 沒有問題 大家好朋友 當然有意見不一樣 小問題來的 我真的分出來 香港的KOL和台灣的KOL 基本上就是不支持普京的 但是在全世界的講普通話 包括北美 北美的講普通話的KOL 很多 九成左右是支持普京的 我只是和你分類 我完全不是和你分類 你沒有人貼到我的標誌 我支持普京 我從來沒有支持過他 沒有搞錯 你是另外一個原因 你是一種另外一種 你是一種 怎麼說 你是另外一個原因 我是不支持拜登的 我是不支持拜登的 不是 你不是這個問題 我現在講普京的問題 我現在講普京的問題 就是每個人站在哪邊 現在香港和台灣的KOL 就站在烏克蘭那邊 在美國講普通話的KOL 你也不是KOL 我從來沒有提KOL 我不知道誰說什麼 我只不過講個情況給你聽 我不是和你爭辯 美國的普通話 包括法輪功裡面很多 都是站在普京那邊 普京俄羅斯那邊 我只是和你講的 那個言放 我做了一個功課 讓你知道那個結果 我不是和你爭辯的 不值得爭辯的 就是我們大家只要針對中共 針對自由 為了自由 已經是同路人 那些對一個俄羅斯 還有很多觀眾說 因為我和你意見不對 應該大家分手 沒有這樣的事 很多東西意見不對 要分手 很多東西意見不對 正常 為了自由 大家做事就是為了自由 不是為了一兩個意見 不是意見 如果意見都一樣 就沒有自由 就是了 很多東西不明白 很多年輕人 香港的比較勇武 他們不明白 他們覺得不對 你是屬於不同路人 一有意見不對 是非常之非常之正常 我們今時今日 就是出來爭取這個自由 可以和大家不同意見的人 大家可以聊天 互相可以討論 所以我現在告訴你 那個總的情況 不是問題 我和他們法輪功 你知道做很多節目 一個星期 他們裏面 講普通話有分 他們有分 講廣東話的KOL 就是支持烏克蘭的 講普通話的KOL 就是支持俄羅斯的 就是我講到最後 講到最後這些 只是意見問題 就是問題 不是我和你個人的問題 不是 我不知道他們聽誰 因為我沒有時間聽 但是我最近要看很多東西 我看什麼東西 就是可能我從來的習慣 第一個我要看主流媒體 那些很浮臉的 新聞當然要看 我不看 但是有幾本書 我正在看 我覺得很有意思 就是轉回頭看 第一個我正在看那個 Steven Cohen 原來Princeton的Steven Cohen 他2020年出的論文集 叫做《War with Russia》 一個大問號 他是屬於非常反川普的猶太人 但是美國的頭號 俄國問題專家 他跟原來葉麗欣 哥爾巴喬夫 葉麗欣 還好像做了他的女兒的教父 那些事情 他就跟他們 很深的這種關係 那他支持 他完全反川普反到什麼 但是他講 2015年 他寫文章 在俄國問題上 他說 每個人都亂說的 只有特朗普一個人 不管他多無知 講得是有道理的 那後來 他有一個很有意思的論斷 他說通俄門 他說通俄門 真正是什麼門 是情報門 他說為什麼整個情報部門在這裡說謊 是 很有意思的 他是俄國問題專家的 所以我覺得 他這本書是論文集 所以大家可以選出來看 叫做Wall with Russia 一個大問號 當時他去烏克蘭 他們全部認識的人 他知道很多情況 有一件事情大家應該知道 烏克蘭是只有4000萬人口的國家 去烏克蘭的青藏年 有一半人在國外打工 三分之一對一半在國外打工 是 4000萬人口 這麼小的國家 這麼窮的國家 美國那些 你知道美國幾多的政治人 會做生意嗎 我們看到亨特拜登的兒子 就是亨特拜登 我們看到共和黨這邊 朱利安尼 我們看到當時特朗普 第一個競選經理 麥特曼特 我們看到 怎樣的議員 大家都不知道誰 大量的人 2014年之後 美國那些上層 勇去烏克蘭做生意 被國家偷走了 把我的國家搞得窮成這樣 到今天這樣 另外一個人 我再看 也挺推薦的 那些書 John Milchheim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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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芝加德哥大學的教授 他是重要的外交問題專家 而且他是現實外交政策的理論 跟著機身隔離的理論 他被組 是 他挺有意思 他2016年做了一個講話 就說 烏克蘭戰爭 那時候真的已經在打 全部是西方的錯 那個自憑結果是2700多萬人提了 他就寫了一本書 寫了一本書 寫了一本書 後來他的觀點就是 俄國應該和美國是有一種原民關係的 就是千萬就 就是中國才是主要對手 俄國不是 他認為他也不支持特朗普 就是這件事情他支持特朗普 是正確的 那你看看機身隔 機身隔也發了 他說美俄關係不應該搞成這樣 就是應該對付中國 最避忌的事情 你知道美國從杜魯門政府開始 1949年 美國曾經國務院考慮放棄台灣 為了讓中俄不能夠聯絡 結果後來朝鮮戰爭搞到沒有搞定 但是美國幾十年的國策 就是中俄之間一定有不能聯絡 所以現在呢 還有一個人他應該提 九十二歲的他就是 Jack Matlock Jack Matlock 就是他是 他是 雷根最學一人做蘇聯大使 蘇聯問題是專家來的 正專家來的 退休了 他們寫的一些東西 就是他們知道 美蘇和美俄之間各個關係的發展 所以我在看這些東西 我沒有空去聽你K 小夏 小夏你剛才說這麼多話 我完全同意你的 老老實說 我完全同意 美國應該拍著俄羅斯 來對付中共 這個我百分之百同意 如果特朗普今天還是做了總統 這件事根本就不會發生 是的 特朗普說了很多次 但是事實就是特朗普沒有選上來 這個就是事實 所以搞成一棵東西 這樣一棵東西 那這棵東西現在就是對著我們面前 就變成那個基礎變了 大家要去查一條 我要推動國會查的 在烏克蘭問題這個上面 拜登政府裡頭 包括以前共和民主黨 兩黨的政府裡頭 多少人在這裡做生意 多少人現在在拿著美國 你說對了 這個就是關鍵了 我老老實實跟你說 我就告訴你 我立場就沒有變 我支持烏克蘭的立場就沒有變 但是很明顯很明顯 現在一筆一筆錢這樣挖給他們 那裡有人在大量貸錢 今天大量貸錢 這個就是事實來的 有多少人在吃人血饅頭 這種東西不是這麼小 他賺了幾個億 賺了幾十個億這樣一件事吃 而是這幫人為了個人利益 來阻撓、來干預美國的對外政策 這麼多年 希拉莉為了一己私利 弄了個通俄門 所以這整個事情 就不是說不支持侵略 大家都知道 我不支持殺人 我什麼都不知道 但是最重要 在這幫 願意烏克蘭死的人 越多越好 打得時間 越長越好 這幫人怎麼站前 找他們 所以我一個朋友 Chess Freeman 庫立文 原來駐沙特大使 他就說 第一個抗議 他說出來 我們不能夠打到最後一股烏克蘭人 所以不是說和平主 而不和平之外 大家都看到 看著 美國已經出了這麼多問題 通脹成這樣 你直接這樣用錢 用錢去烏克蘭 你加了這麼多武器 要他再打 繼續打死人 我們再過一個禮拜 看戰場的情況 但是你這個中間的人 代了多少錢 小霞 小霞 華盛頓的整個貪污 我和你天天都說的 貪污到 是我和你沒有得改的 你沒有能力 任何人 我可以這樣和你講 華盛頓這個貪污 這種貪錢法 在大事小事 在外國的事 全部都在貪污 這班人根本 不是在做事 所以這件事 你在這裏怨 是沒有用的 這件事 沒有用 不會改的 這個文化 要改變這個文化 不是 沒有一個人可以改得到 我現在完全同意你講 這班人在貪污 我做過軍火生意 我告訴你我做過軍火生意 昨天又說給8億 前天又說給5億 30% 那班人代了 我告訴你 我清清楚了 這生意 全部那班軍火槍都叫他們來 叫他們八家軍火槍來 和烏克蘭開會 你們要什麼 你們自己訂吧 好像去到餐廳 好像點菜 那些錢 知道這個埋單嗎 美國 包括納稅人埋單 起碼30% 代了這班人 那些錢 全部一套東西 這套真是深政府 但是你改得了嗎 改不了的 不是的 我就是美國人來講 我們有選票的 我們有選票 我們一屆國會上去 你改不了太多 都可以放慢很多 很多事情可以做到的 如果我做不到 我何必在美國 何必做美國人 很多事情是做到的 我相信是做到 所以這次起碼 國會參眾兩院 他們要奪回來 奪回來 要用各種委員會 開始要對這個事情 進行深入調查 起碼查了那麼多 他們不敢動得那麼厲害 很厲害的 這個事情 我知道他講一件事 是誰 杜魯門政府 就是杜魯門總統 為什麼做了總統 他原來做參議員 他就是二次大戰 正在打仗的時候 他發覺這些軍火箱 他們都在香港減掉什麼 做調查 會追到那些人死席 坐牢又有什麼 所以他這樣出的名字 美國不是沒有人可以做的 我們知道 目前如果大家想支持 有一個參議員 威斯康城的 Ron Johnson 他原來說不選 這次要選 他會調查的 我知道他正在調查 1月6日正在調查 所有這些人正在調查 他如果再選上去 他如果共和黨拿回來 他很可能有一個委員本主席的職位 他有很大的權力調查 你看看他們怎麼調查川普 我知道你說的 情況上 我又問一下 現在那些非法移民 就是西哥北京的邊境進來那些 現在一車一車 用了飛機車去威斯康城 幫他們民主黨投票 現在 是啊 我不是說誰是甚麼 我只是說事實 事實 事實就是 這個 麻聖頓的 所謂 腐化 嚴重的程度 是不得了的 不是那麼容易 看看我們上次的選舉 再看看1月6日 太多了 唯一 人民是可以一步一步地轉過來 差不多我估計兩三屆之後 如果他們不在投票機那裏作弊的話 兩三屆之後有機會 我相信美國人民 但是我這兩年 看到華盛頓的情況 我真的 因為跟我們做生意一模一樣 他的眼睛 他的身體的語言 一聽到淺他的那種反應 我們生意腦最看的 我瞄都不用瞄 我感覺到他們在想甚麼 那種對淺的那種 我清清楚楚 不是很容易 老實說的小孩 就算有個厲害的總統 什麼什麼 選一幫好的語言來講 這個要改變這個 等於改變大陸的官場 不是一兩代的人 很大件事 一張張選票改 怎麼辦呢 每一張 拿一張選票出來 對付一個選民 你全部都是基層民主 就是這樣做的 所以我年年都會去 你差不多到選舉前幾個禮拜 周末打電話給我 當然是抓票的 好事 正對的事 但是那個水很貴心 深到你真是 當然了 很貴心很多時候 現在我們人 我來看了兩年 我都發現知道不妥了 不要了 我出去教香港議會 算了 沒得搞的這幫人 怎麼搞的這幫人 全部都是為了自己的 中飽私囊 一句都說了 我沒有什麼選擇的 我作為美國人 在這裡 我是要參與去做的 所以這些 唉 你看看奧巴馬 還沒當總統之前 他的財產 這些在Google那裡看到的 還有現在他的財產多少 那錢是怎麼 天上下跌下來的 唉 全部都是合法的貪污 還有很多不合法的我們不知道 誰叫不知道啊 公開的 我還有時間來講一下 這些在介於合法不合法之間大把 所以共產黨很容易搞定他們 他們要的那些銀碼又不是大 幾下 三下 三下手腳就搞定他們了 真的 這個問題是很大的 這個問題 要很長時間講 不過講到最後 我同意你講的話 現在在幫烏克蘭 下面那個新層次貪污那些錢 驚人啊 不止30% 就是說軍火有時候去到50% 那種戶口 歐馬 你現在說 你看到軍火箱貪污 你看到烏克蘭政府那邊貪污? 不是污啊 不是不是 兩邊都貪污 但譬如原本那件是100元的 它就開夠180元 那80元呢 大家分出去 我以前是做這樣的事情的 我告訴你 我非常明白這件事 分完下去呢 還分啊 分好多 分好多 所以就不用說了 這件事為何隸子這麼熱情呢 為什麼這麼熱情呢 每天都說撥款啊 哇 這麼厲害 有什麼理由每天都撥款 就是有人未分云 有人說 為什麼我沒有呢 那今天又來多一對 又有得分了 是啊 當然現在老老實實說 烏克蘭的武器夠了 夠了 夠了 夠到爆棚了 分分鐘被人走了 走私出去 賣去黑市市場 那些武器多得根本擺不完 你相信我 我知道 一看就知道什麼事 以前我和有一幫軍火的人做過生意的 是在什麼 在秘魯那邊 不是秘魯 在巴魯特 巴魯特 巴魯特是什麼 貝魯特 貝魯特 中東嘛 那些軍火人 那些軍火交易 中東軍火交易中心 是啊 我講得出的 我去的嘛 要跟他談的嘛 要跟他談的嘛 所以我完全明白這件事 你說得完全對 但是實際呢 其實就是 不過說老實話 真是 保守派的人 貪污少過這幫左派的人 很多很多很多 這個是事實 大家說句公道話 但是這個 華盛頓的深層次 是得人害怕的 我在這裡 親力離境之道 算了 今天夠了 夠了 鬧夠了 好嗎 我基本上 我沒有跟你意見不一樣 但是這次呢 這件事呢 這件事呢 深層次裏面 有很多黑暗的東西在這裡 太多了 真的 好了 慢慢再講了 好吧 今天講到這裡 拜拜 繼續開車吧 拜拜 差不多 你 不會 啊 好